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 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的情况 据了解首都北京将会举行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 其中包括10月1号将举行庆祝大会、阅兵和群众游行 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庆文艺晚会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名义颁发纪念章等多项活动 庆祝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安排 一是隆重举行庆祝大会、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10月1日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国务院、全国政协、中央军委名义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 庆祝大会以后将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情况 一会儿部队的同志和北京的同志将会向大家做介绍 二是举办首都国庆联欢活动 10月1日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办首都国庆联欢活动 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一起联欢 并观看文艺演出和焰火表演 三是班寿国家寻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班寿仪式 二是举办首都国庆联欢活动